在這裡我要給你僅此一次的優惠 因為你可以獲得我這些年來 學習網路行銷的實戰精華的智慧 網路行銷高手辦的內容 基本上包含著20個小時 20堂課的網路行銷高階培訓的課程 它會讓你全面了解網路行銷的全貌 並且從此讓你透過網路成交 不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 一開始在課程中我們會先從心態講起 因為這個決定一切 例如說要如何從專注到專業 我自己本身我是數學碩士 我本身是數學老師 我自己又是怎麼快速轉函 並且知道第一次網路創業就成功 一直到現在年收入200萬以上 再來我們會來談這個非常重要 如果你要透過網路創業 你的動力來源又是什麼 什麼東西可以驅使你 那為什麼呢 想要賺錢其實是最糟糕的動力 這是真的喔 那有些人為什麼就能夠創業成功 有些人為什麼就會失敗 然後接下來呢我會跟你談呢 如何提升你的能力 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 例如說我會跟你分享我自己呢 怎麼進到這個網路行銷業界 然後快速培養我的能力 那我怎麼樣子用最快的速度呢 在一兩年大概兩年左右的時間呢 就成為業界的前百分之一強 贏過百分之九九 包含現在的收入呢也贏過台灣的百分之九九的人 這個訣竅到底在哪裡 跟人力當然也有很大的關係 再來呢網路行銷裡頭最重要就是要創造內容 那我會跟你分享呢 成為專家的關鍵其實就是創造內容 以及呢近二十種 我會跟你分享喔 將近二十種收集內容跟讀者分享的管道 所以你會有源源不絕的管道可以跟你的讀者分享 建立專業地位 那至於要什麼時候動筆寫 寫作是最有效率的都會跟你分享 那我會繼續跟你分享二十種部落格的文章的型態 非常的多 所以基本上你根本 你學完這個之後你根本就不缺內容 可以跟你的讀者分享 因為分享才能夠建立專業 才能夠建立信任 那文筆要怎麼訓練呢 才是最快的方式 那其實啊上面這二十種文章的 的種類你只需要精通幾種就可以了 不需要二十種全用 那接下來我會跟你分享 如果你要錄製影片 像現在是影片行銷的時代 有十種影片的類型 那所以再一次想要 強調你根本就不缺任何內容 學完這堂課之後 所以呢你其實一樣 這十種類型的影片 你只需要會錄幾種 就很厲害了齁 就可以做影片行銷了 再來我們會再談深入一點 關於金錢的謊言與真相 這個是你很難很難聽到的 OK 因為這是我獨家自己研究出來的 因為很多人賺到錢他留不住 所以呢要怎麼賺到錢才能夠真的留得住 有五種賺錢的陷阱 你犯了呢就準備完蛋 錢就留不住了 那金錢有五大法則 你只要遵守這五大法則去賺錢 就不會失敗 然後接下來我會跟你介紹呢 我在幾年前研發的 讀一讀二的無所不在行銷書 他基本上就是教你呢 成為博客就是部落格 寫文章 然後影客就是做影片行銷的人 還有博客 就是有自己的廣播頻道的人 OK 我會教你在無所不在行銷書裡頭 教你怎麼成為這種 這個博客影客跟博客 我稱為三件客的概念 然後接下來呢 我會實際的帶領你去操作 去教你齁 這個要怎麼實踐 然後呢 我呢 會跟你分享呢 做影片行銷的威力 還有一些個案研究 國外的一些 國外有人實踐我這個無所不在行銷書 到月收錄台幣 一兩百萬以上 那在台灣的話 我也有一位學員 在幾年前學完我的 無所不在行銷書 他就很努力很努力的 專注在影客這個部分齁 就一直錄影片錄影片 錄到最後呢 他就成為業界的專家齁 就是網路行銷界的專家 甚至被邀請到財經節目 各個節目裡頭去裝訪 這個都是這個課程的威力齁 接下來我會跟你談呢 創造產品的一個秘訣 我自己是怎麼 在十個小時內寫出兩本五十頁以上 五十頁到一百頁的電子書 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待會跟分享其中的秘訣 我實際上操作的每一個步驟 所以你就可以快速的生產出你的產品 然後再來很重要的就是結合電子報行銷 你需要呢 送贈品齁給你的 給你的讀者齁 潛在的讀者 那我會跟你分享七種名單擷取的贈品 就是有七種贈品 你可以拿去送 那我會給你每 這七種每一個實際翻例 所以基本上你以後呢 你就不用擔心這件事啦 就是你要送什麼給讀者齁 我有給你七種選擇 然後再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讀者加入你的電子報之後 那他跟你的互動不佳 你要怎麼辦 對那例如說他沒有收到你的信任 還是有大堆可能 其實有十幾種可能的原因 他會導致他跟你的互動不佳 這些都非常重要 那你只要能夠克服大多數的這些問題呢 他就會信任你齁 就會產生信任 就會產生專業 就會成交 然後接下來最重要就是跟進性 你知道電子報行銷很重要 但是跟進性就是電子報行銷裡頭的精髓 你要怎麼設定一次 然後就讓系統 永遠自動的幫你跟進齁 這跟傳統 做人與人之間的實體的行銷 銷售是完全不一樣的 因為網路行銷 電子報行銷就是可以自動跟進 那我會跟你舉例 國內外的大師還有我自己呢 本身是怎麼設計跟進性的 什麼時候發信是最好的 然後呢設計每一封信的目的是什麼 我都會跟你分享 接下來呢最重要的是 你有專業的 你有信任的 你要能夠創造產品 因為你只有賣產品才能夠賺到錢的秘訣 我都會跟你分享 從這裡開始呢前面基礎打穩的到這裡呢 就是你要真正開始賺錢的時候 如果你已經有自己的產品呢很好齁 那你就可以應用這裡面所學 然後去幫你的事業再推展到另外一個層次 然後最重要的是呢 我還會教你從賺小錢到賺大錢的 將近三十個步驟 這非常多的步驟齁 我會循序教你呢 如何呢 你在每一個階段 你怎麼從賺小錢 然後賺到呢 持續性的收入 然後賺到大錢 你每一個步驟大概將近三十個步驟 你需要做的齁 這一段齁 影片齁 你不時回來複習 你會有非常大的收穫 然後最後呢 我會教你呢 怎麼做聯盟行銷的訣竅 就是怎麼樣子做 做的順序是什麼 這個才是能夠額外讓你多賺幾十萬的技巧 這個非常非常重要 在台灣啊 很多人想要透過幫人家推廣產品 然後拿來賺一些佣金 其實大部分絕大部分都做不起來 這也會教你真正可以做得起來的方法 而且這就是額外幾十萬 不是一個很難的事情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探討啊 產品什麼都有了對不對 你還需要流量齁 免費的流量 還有付費的流量 所以我會教你呢 如何獲得免費流量的種種的技巧 還有最新的臉書的行銷 當然也會教你啦 就是一步一步帶領你呢 走進臉書行銷的殿堂 所以這一堂課基本上呢 就是一個 一個能夠帶你進去臉書行銷的一個 初階的課程齁 所以這整個涵蓋起來呢 網路行銷高手班的總總 總共有20堂課 20個小時的培訓 這個在過去呢 只要3萬塊而已齁 那 所以基本上呢 這一次呢 呃 我要給你的呢 都是呢 我這些年來不斷的在優化這個課程齁 然後呢 不斷的在精進 然後再分享 這些全部都是我的實戰經驗齁 20個小時 非常的寶貴 那我這邊呢 簡單的分享呢 一些過去曾經上過網路行銷高手班學員的課程 那我這邊只分享兩位 我的學員來自全世界各地都有齁 大部分都華人啊 那這邊先分享第一位是大陸學員陳輝齁 他寫很長我簡單的念一遍 就是董正恩老師你好 學習的網路行銷高手班的課程收穫很大 我是大陸學員 很少接觸台灣老師 跟台灣網路方面的情況 一開始呢 我對網路行銷高手班 抱持懷疑的想法 我問董老師呢 這個課程是只是講理論方面的知識 還是直接教你怎麼實際操作網路賺錢呢 如果只是講理論的知識 那我就不學了啊 我就轉學其他比較實際一點的課程 那呢 董老師就耐心的跟我解說 網路行銷要賺錢呢 要先必須學習的就是基本知識 心態要擺正 不能急於求成 後來呢 他學完之後 他覺得老師講的是對的 我覺得董老師是一個務實負責任的人 網路行銷高手班呢 整堂課的課程呢 主要就是為了在 你是為了用而學這個目的 來學習內容 真正講解的網路行銷方面 實際要知道要掌握的知識 掌握這些方法呢 步驟行動呢 做起來就會有方向 在每堂課的知識點上 都有詳細的講解 要注意什麼 他的方法要怎麼做 都有詳細的著名 例如做聯盟行銷的方法 贈品的種類 怎麼用怎麼寫電子書的技巧跟步驟 怎麼樣子做好 無所不在行銷書 名單的設計 要注意哪些問題等等的 其在下面課程越來越精彩 再充滿信心會成功 OK 然後接下來呢 再分享另外一個學員的分享 東老師用心的 藉由多年的經驗值呢 引導我們呢 引導我呢 走向正確網路行銷的道路 而不是用一些違法的方式賺錢 同時也很貼心的 知道我們初學者的想法跟擔心的事情 沒想到他都能為普先知的幫我們解決的 更好玩的是每次 我在迷思到底要從哪個方向來學習的時候 因為網路真的實在太多東西要學 那個時候呢 我就開始不專心的邊上東老師的課 然後一邊東看西看這樣子 那一心想要趕快完成網路行銷高手辦 沒想要耐心看完東老師的影片 剛好就打破我的迷思 再聽到呢 從專注到專業啦 裡面呢就打破我的迷思 因為我心裡的問題 東老師就好像會讀新書一樣幫我解決 更好玩的是呢 每次呢 我在迷思到底要往哪個方向學習的時候呢 東老師呢 沒想到東老師呢 就是剛好都打破我的迷思 那其實呢 我一直以來呢 都很心急 那沒想到老師的課程呢 原來都有在教 因此呢 我就覺得好像不用太急了 只要配合老師的腳步呢 耐心認真努力的乖乖學習 不要亂跑亂看亂比較 然後學習老師的課程 按部就班 就能夠增強自己的能力 真的急不得 也是因為 老師從影片當中告訴我 當你東學西學啊 真的 你真的以為你有學到什麼東西嗎 其實到最後什麼都沒學到 還有網路行銷呢 最擔心的就是產品的問題 但是現在不用擔心 因為東老師會幫你解決 所以也不用擔心說 產品要從哪裡來 你想要創造自己的產品 不知道怎麼做 東老師也都會教你 要怎麼創造出自己的產品 此時呢 便可以開始使用 無所不在行銷書 打出知名度 建立自己的品牌 這個呢 很特別的一個學院 他只有18歲高三生 叫大育 當初是他媽媽齁 自己呢 替他 贊助他 花錢呢 來給他上課 因為他媽媽認為呢 與其呢 去花很多錢 去念個大學 到最後呢 還在領22K 還賺不到3萬塊以上 還不如呢 來學網路行銷 所以他媽媽推薦他 女兒 來我這邊學習 所以呢 這是他學習完的心得 我覺得寫得非常不錯 跟你分享 那所以 網路行銷高手班呢 原價我過去呢 一直以來都是 原價都是訂3萬 OK 那我們在課堂中見 拜拜 好